歡迎大家收聽、收看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設計怪一點只有我一個人 我不是獨腳戲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沈旭輝在台灣 他願意跟我們搖距去聊天 講一下美國大選 Simon 多謝你 Simon 多謝你 Simon 你過了去台灣多久? 一個多月 有點嚴慕 我會回來的 不過台灣真的很開心 沒有國安法陰影的地方是挺開心的 你回來要小心 因為現在國安舉報的熱線已經出了 要小心 我們現在說話是不是會被人舉報? 你怎知道你說什麼? 小姐姐 弟弟 你有什麼事? 我不會可以幫到你 我幫自己也幫不到 我問問你 現在美國的選舉當然很熱誓 現在都未曾正式宣佈拜登贏 你現在掌握到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現在最新的點票結果 傾向是清晰的 因為其實今次選舉最大的特色 就是很多郵寄選票 以前沒有那麼多 就是因為今次疫情是一個特殊案例 所以很多時候 它點到最後那一批都是郵寄票 郵寄票 民主黨的優勢是極度明顯的 七三美 很多時候你看到很氣劇性的轉變 比如威斯康星州 密歇鎮州 這些全部都是臨尾升至去變回民主黨 所以根據這個趨勢 現在未點的那些 似乎都是民主黨的票佔優 根據這樣的估算 拜登贏的機會是頗大的 只能夠保守這麼說 還有現在我們在電視新聞 已經開始看到 有些地方都開始有些騷亂了 你會覺得是不是這個 都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越演越烈 是不是 問題是選舉本身 一個正常的民主選舉的功能 是應該令政府得到一個認受性 慢慢走下去 就是無論哪個多票 小票 譬如報數過二那一年 大家是認同那個制度 就可以走下去 現在大家擔心就是 其中一方未必接受這個制度 所以輸了會有很多的原因 去提出選舉的程度 可能這個都是制度之內的 可以重點 可以這樣那樣 但如果再進一步 是完全否定了那個制度 那美國的撕裂就會沒完沒了 這個是有些事情你擔心的 當然我找你來談 主要都是想問 聽聽你的意見 對於美國這次的選舉 無論是總統也好 他們國會的選舉 會對中國 對香港的政策 是會怎麼看 我相信你都知道 香港人現在都不知多緊張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能力選政府 但是看見美國 這個緊張得不得了 你覺得這次的 將會出來的結果 是對於香港先 然後對中國有什麼影響呢 先說香港的現象 我覺得香港網絡社會 對美國政府的關注 是有一點點病態的 雖然我在研究國際關係的角度 覺得很興奮 令大家這麼關心 但是那個移情作用是很明顯的 或者太明顯了 因為過去那年香港人的悲慘的遭遇 很多人就希望寄託在一個救世主身上 現在他所謂的叫特朗普 但是其實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不能夠直接去比較的 再加上那個情緒的投射 是夾襲了其他的因素 譬如說互聯網的大數據 因為任何的爭議都可以多人看 那慢慢就很多 完全不應該分裂的地方 都為爲爲爲爲出現了很多的網絡的論爭 我看到有幾篇文章 有些都是叫做抗爭派的朋友 他經常問 其實美國的選舉爭議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這樣重點 為什麼呢 可能有120%的投票率 原來是這樣 都會成為了爭議的焦點 那你是不是為了這個 求共拜登塗脂抹粉 去到這樣的二元對立就很不必 就算美國人都不至於會去到這樣撕裂 因為我覺得很難得 那年的運動就是 叫兄弟爬山 很多不同立場的朋友 都可以叫團結在一起 那沒有理由 為了美國選舉 選兩個七十多歲的一百 而令自己撕裂 這個不太合理 那另一件事就是 對香港哪有好些呢 其實我相信 這兩個候選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對中國的制度性 是否叫engagement 和平演變的態度是不同的 以前民主黨為主的建制派 其實以前共和黨也是這一套 就是認為中國可以慢慢 避和平演變 就是你給少許甜口中國 將它放在世衛 世貿這些組織 那就慢慢會改變到它 但是過去的二十年證明了 這個路線是不成功的 而且反而有反效果的 中國是對相反 利用自己經濟實力 是可以改變了國際組織的規範 就是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人權 什麼叫自由 那就慢慢改變了 那你改變了這些東西 那美國就再沒有領導地位了 所以現在這兩個候選人 拜登就說要將中國 放在這個制度那裡 那是不會成功的 就是成功到已經成功了 特朗普就說 我們要全面脫勾 新的冷戰 和合約戰 它是有一個破立的精神的 但是它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打爛了一些東西 新的制度 你沒看到它怎麼建立 那兩者都不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會認為 這兩個候選人 未來的四年 誰當選都好 都是美國和全世界的過渡期 四年之後 那個真正 真命天子 改造世界的候選人 是會出現的 那其實呢 就是因為香港 有些人 就是很不喜歡拜登 就是因為覺得 他是非常之軟弱 還有說 他兒子 或者他家族 就很貪腐 那所以呢 那如果他現在做了來 如果他真的做總統 還要說 就是將中國 帶回去這個 這個 國際的軌道 啊 國際的 那個 那個 那個關係那裡 那些人就說他發瘋 那你說拜登這樣搞 就更加令到香港很多人 會很失望 是不是 這個有兩個部分 就是你講過他兒子 他家庭那些 美國很多政客 和中國都有各式各樣 千絲萬縷的關係 共和黨 民主黨 主流派 非主流派都很多 但是你講到他的路線問題 這個就真的值得研究 我不認為拜登的外交路線 是會成功的 就是我認為中國 在過去的二十年就是證明了 西方和平演變中國 這個劇本是完全失敗的 那你從美國角度 那當然是不可以照行 那那個問題就不是說 你不給中國機會來 就是參與世界 正好相反 中國是很積極的 用中國的模式 在參與世界 那你怎麼回應呢 拜登是 就是他的路線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沒看到 他回應到這個挑戰 那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成功 那問題就是說 那他不成功 那就要想後著了 如果你兩年之內 都是沒有什麼新的得著 那你其中選舉 那他的壓力就會來的了 那特朗普如果真的落選的話 他都不會消失在美國政壇 他在美國頭號KOL 那他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放在右派選民那裡 那到時 拜登可能迫於無奈 都是要走回現在差不多的路線 所以我又不會相信 選了誰 就徹底地球毀滅 那我又覺得 不至於這麼誇張 雖然我是不認同他的外交政策 那其實你看歐洲各方面 大家對中國的看法都開始變了 那所以拜登也會想和他其他盟友 是大家一起合作的 那在這裏會發生到一些什麼的法學作用 會不會是拜登會聯合到西方民主國家 是去和中國對抗呢 這個是他的賣點 就是說他做了這麼多年外交 那確確實很有經驗 和西方領導人是有些私人交往 那但是問題就是 那你叫關係好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就是很重點的問題 就算特朗普拜登誰都好 你都要回答這個問題 美國你要歐洲的盟友去合作 或者亞太盟友去合作 你先給他們一些什麼 那所以其實我們再仔細想回這個問題 在特朗普的四年 和亞太的盟友關係是沒有差的 日本、南韓、台灣、東盟 其實他是挺鞏固到亞太這一邊的盟友 再加上現在印太的概念 那最後問題是出在歐盟那邊 歐盟就極度討特朗普 那拜登就說他和歐洲的盟友關係好很多 或者加拿大這些 但是說好好的定義是什麼呢 如果美國不可以給歐盟需要的特殊待遇 那其實他們的關係 就是至於飲茶、食飯那種也好 你說要他聯手去制衡中國 那你對歐洲有什麼原因呢 譬如說你英國說很多次了 美國你不想我們用華為OK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替代品給我們 如果不是你英國的利益 你不收華為張單 那我可以怎麼選呢 那美國是否應該給我們某些代議呢 所以他是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的 在他競選期間 我們還沒有在他的外交政綱那裡 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只是有幾個空盤的 我們要重建多邊的世界 但是具體怎麼失望呢 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聽你這樣說 那香港那些很支持特朗普那些人 就更加失望了 是吧 對於一個共產黨的做法 是否會覺得他會幫我們 是否會幫我們 是否會幫我們 是否會幫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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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叫共產黨不要那麼兇 那些是註定會很失敗呢 就是叫共產黨不要那麼兇 我們只是口說是侮辱 就是有些行動的 那問題是說行動去到哪裡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本身特朗普在10月的時候 他的政府是給了一個清單 就是正式給香港10位官員 10位中港官員的清單 之後後續他寫了明 根據法案是要在兩個月之內 去制裁和這10個人 繼續做生意的金融機構 那一定要在兩個月之內給人名 那就是說12月15號之前 美國政府到時 就算特朗普落選也好 還是他 就是要給人名 給公司名 是否有金融機構去制裁呢 那坊間經常想一下 是匯豐和中國銀 是哪間 是上海 那如果你是 到時特朗普還是掌權 但已經是選了第二個 那他會不會 純粹推周給下一屆才去做呢 那美國政府是否認真去制裁 香港有關金融機構 這個是一個很強烈的信號 究竟他想不想維持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果他想的話 他就會輕輕放過的 如果他是想禮真的話 可以很重手的 那我們一個月之內就會知道 那如果他真的制裁的話 那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很拍攔手掌 或者做生意的人就會說 會不會那麼開心 那你覺得是否對香港 會有很摧毀性的效果呢 會有極大的變數 就是說他會說要制裁香港 首先你叫制裁那個是 什麼層級 因為你根據美國那個法案 其實有一個灰色地帶的 那個制裁的定義就是說 如果12月15號 譬如他加了三間銀行的名單 跟著那個做法就是說 你要在一年之內 在十大制裁項目那裡 就選五樣出來制裁這些這樣的銀行 那你即是有一年的寬限期 那這一年的寬限期是可以廣數的 通常以前那些案例 譬如說在歐洲的銀行 都中過了一兩次 那一年這樣就講了 那臨中之前呢 他就會給一個天價的賠償 那就沒有那件事 那所以說就算你給了一個名單 就算你制裁匯豐都好 你都有一年的空間 那問題就是說 不僅是說銀行 譬如說整個港交所 是現在中國要來第二上市的一個工具 那是不是整個港交所都制裁呢 如果是的話 就牽涉到中國對香港那個定位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講到比較遠 所以他是不是這樣做 怎麼做 中間寬限期 怎麼拖點講數 全部都是變數 那麼去到這些位 誰做總統就很關鍵 那其實香港人最喜歡聽到講數 因為講數就不是講你自己銀行 或者你港交所自己的利益的潛途 而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那會不會把這些核心價值都放進去講數呢 如果講數那個輕姐 你當然會 但是如果是美國人講數 就不知道他怎麼講 通常他會捆綁很多東西在一起 香港問題 跟著就隔壁 可能又會搭一個敘利亞 跟著又搭一個貿易戰 就是他會整堆東西一起講 就不會是單一為了一個主題去講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變數就是在於這裏 如果你說拜登 之前他這樣講 他不想和中國脫歐 他不想打貿易戰 他都認同中國是一個挑戰 但是就要根據國際規範這樣回應 在某些大事大事的議題 譬如說環保 他不斷地說環保 就一定要和中國合作 這個就是拜登的路線 你根據這個路線 他對香港的制裁等等 就應該會擺出在貿易戰那類的框架 就會叫做適可而止地去玩 這個就是拜登的做法 但是你在香港人的角度 其實我們沒有理由只靠別人去 命運自己掌控 所以最應該做 始終你誰當選都好 都應該和他們有正常的交往 還有這個又不關國安法事 旅行都是交往來的 那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香港有比較強的情緒 拜登當選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我真的覺得不至於的 本身我們是應該做 對香港人的本分 誰當選我們都是要這樣做 這個才是香港人的精神 你覺得那個所謂叫國際線 應該繼續去打的 繼續去做 也都希望在過程當中 就不會踩掉這個國安法 是不是 你是鼓勵 你怎麼說 輕姐你作為國際線的始祖 現在你都安然無恙 不知道多久的 不知道安然多久 你都沒抓 沒理由我們會出事 所以 你鼓勵一些年輕人也好 年紀大一些的 都繼續打這個國際線 不只是美國 其他地方都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算你是藍絲 你都要打國際線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 就算你是香港的藍絲 你在中銀做什麼都好 那你有什麼利用價值呢 你和旁邊的上海海龜比較 那你有什麼優勢呢 就正正是你的國際聯繫 譬如說你 立法會以前的舊同事 那些建制派 有一些商人 都是極多國際聯繫的 那這是他們的優勢 那香港人本身的價值 是在於全球的聯繫 這個我們不應該放棄的 那你怎麼做 每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那國安法就是定義 那你去旅行寫一封信 然後去認識朋友 那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應該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更加應該去鞏固我們這個優勢 就是如果不是香港人 還有什麼價值呢 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很多朋友去法國 原來西方怎麼出聲 就是最溫文以亞的東西 北京都可能不怎麼理 那到時候就會有 那個路線的邏輯出現 就是我想 我們會先理解了 不同的立場的朋友 要怎麼想事情 跟著是否認同 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來的 起碼他們的想法就是覺得 如果我們已經做完 所有這些事情了 那都是沒用的 譬如說 香港人身安全 國安法是不是都會立的 是不是都會出的 跟著渴不停的 這個熱線是渴不停的 那可以怎麼做呢 那他們那個徬徨 起碼我自己就很理解 就是仍然是同一件事 但起碼我很理解 那現在那個問題 回到中美關係這個階段 美國可以做到什麼呢 其實對美國人來說 他 除了剛才你這樣說 提供一些土生們等等之外 另外他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多 所以香港那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是不是捍衛 這個就是那個關鍵 好像剛才說 特朗普他 說是要制裁香港的官員 下一步就是 就是說金融機構 拜登那個傾向似乎不是想做這些 那這個就是一個挺顯著的差別 如果是前者的話 舉例他真的要制裁匯豐 或者中銀 甚至港交所 這個會是一個極大的震盪 對香港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完全沒有下文 或者是完全說 我們從此開始 就由頭再來過 那會傳遞一個什麼信息呢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 原來香港會做一個Done Case 以後就等同於深圳 那兩方面都各有利弊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了 可能會出現什麼事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美國的政府 第二天的政府會怎麼想 但是就是 我就希望一些 就是從政人 有些我們叫做政客 就是口說 有些說得很好聽 但是真的要做的時候 就不是真的這麼幫我們香港人 所以呢 就是我們唯一可以出聲 就是盡量出聲 但是他怎麼做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影響他們的 是不是?Simon 然後國安法影響他們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是不是一個 我認識有 有心人是不少的 就是雖然都是政客 但是 特別是共和黨 新生代 四十多歲打落那一班 就是那個想法 跟上一代挺不同的 就是他們 我會覺得他們不是完全利益主導 就是他們覺得現在 世間上是有兩套價值觀走 那這個是兩個價值觀的 叫做鬥爭 那大家想選什麼模式呢? 那他們有這個這樣的大前提 又不是完全以前那種冷戰 就是以前冷戰比較簡單 就是一條鐵幕 中間隔開兩邊 但是現在不是 那所以他們想的東西 是比較不同的 那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 其實是比較容易聊天 因為那個價值觀是比較接近 那所以你說 未來的前景 就是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會認為四年之後才是那個重點 就是現在無論哪個選都好 它說做什麼政策都好 都不會成為一個長遠的路線 因為特朗普他有破立的精神 他破完之後 你沒看到他怎麼立這四年 而拜登呢 幾傳統的路線 一個七十幾歲 走傳統路線的人 不會開拓新的時光 所以我會相信四年之後 我們所有的討論到時候會更加刺激 因為那個真正的路線刺激 還有有可能是 就是繼往開來有十年的歷史的路線 在四年之後才會出現 但是很多香港人 好像我這樣 真的沒有什麼耐性 那大家怎麼會等四年呢 可能四年之後很多人都走了 或者走得那些就走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 如果要走就走 但是要留那些當然要留 但是這四年內 我們都要做事 很多人又說這個國際線 街頭線 議會線 國際線 你覺得這三條線 你覺得都是可以繼續走下去 不會馬上被國安拘捕的 其實國際線有很多定義 我記得去年的選舉 我不記得有沒有 包括民主黨的朋友 他們在Facebook那裏 整個hashtag國際線 然後這個成為了DQ的理由 其實國際線是包羅萬象 比如說我們跟海外的朋友聊天 講電話可能都是國際線 我現在跟你都是國際 現在走出去台灣 我們這麼Local 我們現在那個定義有幾種 國安法 你只是說什麼游說 那些是一個玩法 但是其實海外那個串連 從來都是香港人的優勢 就算你說林鄭 建制派 他們本來的優勢 在整個國家來說 都是她的國際聯繫 如果不是他們有什麼價值 所以無論是什麼崗位 和多些國際朋友交往 這個絕對是應該的 而我想更加進一步的就是 如何在國際那裏 維持香港人的身份 這一點我自己很自覺的 譬如說現在台灣 我有一時都想一下 我的言行 別人會代表某些香港人的雜性 那是不是應該檢點一點呢 就是不要遲到呢 以前你才想到不要遲到這件事 但是現在開始想多了 是不是都應該不要遲到 所以慢慢的 我想我們是有一個這樣的身份 使命去傳承香港的身份認同的 那再下一步 其實在國際社會有很多事情可以 可以接觸到政治上去做 例如說 有些學校 收集香港的老師 就是他們被人解除了政治上去 可以在這裏讀書 用香港的教材 要精補好大陣的學 這個都是一個長路 就是為例 同樣的事情是經過 其實都可以想的 其實香港人的偏僻 可以接觸到不斷的 我不相信香港是一種不斷的 維護國安法 希望我自己會實行 這樣追求 你提起台灣了 Simon 你又現在在台灣 台灣現在和香港的關係 好像很複雜 但是有很多香港人去台灣 台灣也有心 我認識一些朋友 明天後天都坐飛機過來 香港怎麼看台灣的國際線 因為我其實不是國際 因為它是中國一部分 你覺得怎樣形容 怎樣看呢 官方的形容詞 這個是外部勢力 它又不會叫台灣成為國 當然中國官方 但是它又不是外部 它是分的很清的 這種政治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 哪個情況 我會很相信 疫情之後 不會回到以前那種落地簽證 這麼方便 因為大家是不鼓勵李嘉皇 雙方都不太想 這邊又防滲透 那邊又怕 所以從前香港台灣 那個緊密的程度 是一去不反的 甚至陸委會那個港澳條例 還是不是可以維持呢 我都會很大的問號 因為它寫港澳條例 所有的背景 現在都沒有了 為什麼還要給這個特殊待遇呢 所以它似乎慢慢 都會修改很多東西 所以香港和台灣關係 都可以有一個兩年的窗口 就是說有沒有耐性也好 兩年的窗口 如果你再不去 現在還有這個條例的時候做 某些事情可能以後就會說 是的 因為尤其是你都怕可能知道 有些年青人 或者其他人 都覺得台灣是一個很近很方便的選擇 如果它要離開香港 它當然不會希望看到台灣政府 是收緊了政策 令到很困難 如果他們想過來 那你覺得這方面 是不是你想到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呢 台灣政府對香港年青人 到現在為止是挺好的 我覺得 有不少香港年青人 因為種種原因 種種方式過來 台灣政府的安排 我覺得它不會公開講 我認為也有一定的人情味在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過來之後 這個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處理 之後你都要想下一步是怎樣的 當香港人過來 無論是什麼原因 什麼年紀 都要想一下 我過來是想怎樣的 就是我避難退休 濫用你的福利 還是我都想貢獻一下這邊 香港人的身份才能得到尊重 所以我們就經常想 我會回香港的 我現在真的做少少業務 但是在台灣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經常想 我們可以在台灣有什麼利用價值呢 別人才覺得我們不是黃蟲 這個很重要 不是那麼多香港人來到 然後他們又說 投資移民 然後兩年之後拿回一塊錢走 然後已經成為了台灣人 你可以享用他們很好的衣補 那就是黃蟲 然後又不講國語 而且他們現在不是這樣想的 如果香港人不懂得做的話 一兩年之後 如果台灣人開始有些反彈 政治也自我減退了 他們民間又有些人出聲了 那就會有麻煩了 所以我們是英國人 未與囚謀想一下 對他們有什麼貢獻 我們才可以真的鞏固這個港台共同體 就算去英國也是 有這麼多人湧過去 都要大家想一下 雖然現在說英國人好像很歡迎這樣 但也不要令到他有些不好的感覺 最後問一下 你在台灣 你看到台灣政府和台灣民間 他們是對這個美國總統選舉 他們是有些什麼傾向呢 極度支持特朗普 這個是全世界 當然那個民調未必很準 根據那個叫YouGov的民調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 是支持特朗普多過拜登 就算香港都是一半半 台灣是明顯支持的 就算我和這邊的學者 各個階層的人聊天 他們都是有了情感的投射 有些像香港的心態 是因為他對中國很強硬 那這邊覺得得到保障 有趣的地方是 我記得我和這邊有一個AIT 即美國塞台協會的人 朋友聊過 他說 為什麼你們看得到這麼高 特朗普頭兩年到台灣是很差的 他說我應該提醒你們 其實他最初都是這樣的 他頭兩年和習近平很熟 其實是不是有些想過 就是台灣就想多了 但是當我和台灣的朋友聊了 他們就覺得 起碼他是有一個勇氣 去偏離他的常規 他們本來是有很多期望的 即如果 如果想好連任的話 蔡英文是否有當地可以搬選 去搬禮 去就職的時候 甚至美台是否有進一步的升溫 就是他們有很多這些想法 在盧海當中 但是我想剛才我們說的 所有事情都不是議員對立 就算拜登當選 台灣也和他都會接著交往 蔡英文的政府是說得很清楚 即是誰當選我們都是這樣做 那就避免了投機去叫做賣大勢 對台灣政府來說 當然是不一樣的 其實你看現在在國會裏面 又說賣軍火 盲金賣給他 兩個黨都很支持 我相信就算有個拜登總統 我相信對台灣的政策 都不會改得多厲害 我不覺得他會改台灣的政策 問題是說之前那個態度 美國裏面有些主流派的智庫 都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對台灣的模糊性 是不是要改變 在台灣關係法通過之後 整個美國對台政策 就是以模糊性為主流 即是他不想台灣獨立 但是又不想中國打過來 所以他就做很多 要模糊的措施 令到那個現狀可以維持 美國開始有些學者就說 不行的 中國軍力越來越強 模糊下去就是台灣會淪陷 所以本來台灣的朋友會有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模糊政策 沒有改變呢 在特朗普的時下 現在換了拜登 之後就會繼續這個模糊政策下去 這個對台灣人來說 他自然就會失望 我相信 你猜我們什麼時候會知道的結果 金姐 西文你猜一下 如果你說正式要美國官方去宣佈 可以是很漫長的 因為特朗普有很多的拖延手段 就是重點這個 重點那個 然後那個有整個訴訟 但是拖來拖去 都不可能拖過一月那個就職 所以我相信 不可能去到極度戲劇性 好像我們有些劇本寫到 就職的時候還沒選得出 然後就要根據那個總共訊違法 逐個排下去 然後就要談談 我相信是不治癒的 至少接下來一個月 是會相當之混亂的 是嗎 那我們大家就繼續買好些花生 不過是多過花生的了 因為香港人真的很嚴謹 你回來你會知道的了 在這裏多謝你三文 你回來香港再見你 多謝了 拜拜 拜拜